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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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在ANOVA的時候 F-Test已經顯著了 對 F-Test已經顯著了 所以我們下的結論就是說 好 那麼我們就怎麼樣的 取決了H-A 要接受了H-A 說至少有一個Mu跟其他的Mu不同 之後呢 要繼續再看下去說 到底哪個Mu跟哪個Mu之間 有什麼樣的不同呢 上禮拜已經講過了 所謂的Ototal Concent 但是今天要講的是 來做兩兩個平均值之間的比較 這邊有好多個平均值 對不對 每兩兩之間的平均值 之後他們的比較 有哪些方式呢 今天我們講的會講三個方式 第一個呢 第一個呢 講LSD 第二個呢 會講選備 第三個呢 講Dunton Dunton 我們會講這三樣 那我們從 第二個 LSD 來試講 所以不要忘了 這個也是當 這邊的F-Test 顯著了以後 才要繼續往下做 繼續往下做的其中的選擇 好不好 你可以做很多個不同的Test 那 像是講過了Ototal Contrast的以外 這次要再給你們更多一點的選擇 那這裡面呢 其實LSD的話 等一下就可以發現 它怎麼樣 非常的寬鬆 很容易就顯著 所以呢 你假如以後要做什麼 盡量是要做LSD 那會有一點騙的 因為很容易顯著啊 所以呢 我就用LSD 讓我們看看 好 LSD 但是你還是可以 會看到有些期間上 大家用LSD 就是F-Test LSD LSD是一個解釋 Direct 那它的 Cida是 List Significant Different LSD 的意思 List Significant Different 它的意思就是什麼 你只要換成中文 最小顯著的差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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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叫最小顯著的差異值呢 就是說 我們剛剛已經知道了 我們現在有好多個Treatment 對不對 例如說Treatment 1,1,2,2,3 等等 等等 然後呢 我們 Anova 得到的呢 是什麼樣子呢 從這邊的這些 平均值呢 我們要來做的是什麼樣子呢 這些的 μ1,1,2,3,2,3,2,4 的差異值 現在我們要做的是 兩個兩個之間 μ1,2,1,3,2,3,2,4,2,3,2 ,2,4,2,2,4 任意兩個樣本的平均值的差 所Yi減掉Yz的差 這絕對值 假如大於這個LST的時候 就表示說怎麼樣 這個Qi跟Qz之間 我就會接受說它是不相比的 這樣是一個想法 這樣了解嗎 所謂最小顯負差異的值 就是說呢 我要做出這一個值出來 那麼我這兩兩個樣本平均值之間 只要大於這個值了的時候 我就說它們的平均值是不相同的 這樣的意思 那這個其實呢 你沒有想的態度 你只要把它回想一下 我們什麼時候在做兩個 平均值之間是不是有差異呢 我們平常用的是什麼 T-test的 rate 那你只要回來看你的T-test的怎麼做 T-test怎麼做 啊 是用兩個樣本的平均值 Yi減掉Yz的 rate 那我們Iz的話 譬如說Y1減Y2好了 好不好 然後呢 減掉誰 所以我會來做 y1減掉Y2 下面呢 是什麼 N1分之 S1平方 加N2分之 S2平方 我們不是 所謂的 兩兩平均值是不相同的 我們本來就 有T-test在做啊 是不是嗎 那為什麼 我們不要再回去做兩兩平均值 我這邊好多個平均值 兩兩平均值之間 我就來做T-Test 是這樣子 沒有錯 它其實就是T-Test 只是呢 這樣子做太煩了 它讓你怎麼做呢 做一個比較簡單的遊戲的方式 改頭冠滅的一個T-Test而已 怎麼一回事呢 我告訴你 那個是什麼 假若在ANOVA裡面 我們的S平方是什麼 我們的S平方就是什麼 MSE又是這個S平方的Range S1平方S2平方都是MSE的Range 那假若我們的NI又相同的時候 假若我們的NI又相同的時候 這個T-Test會變成怎麼樣 大概 Y1-Y2 然後 μ1-μ2 我們本來就是在Test H0 μ1 是等於 就是等於μ2 這邊 我們又在Test 所以 這裡 μ1-μ2 是等於0 所以這邊 減 就不用了 那這邊 就會變成N分之2 MSE 就是這樣子 或者 假若 假若 S1平方S2平方 都叫做MSE 然後 N1跟N2 是相同的話 這個Test 是不是就變成這樣 這個樣子 就是 好 那 這個樣子 挺容易的 那我們假若把每一個這個 兩兩之間的這個平均值呢 都帶到這個式子來 要來Test 說 它的兩個平均值 是不是相同的時候 我們只要把這個T 做出來以後 跟誰來比 跟T的什麼 假如我的α是0.05的時候 我只要做我的T是什麼 卡表0.025的那個值 比較大 或者呢 是怎麼樣 比我的T0.025的 這個 負的值 要來的小 那 就是在Vetal Region裡面 對不對 我做出來的這個T值 怎麼樣 只要比我的這個值 來的大 或是比我的這個值 來的小 這裡都是 叫做什麼 怎麼樣 顯著的 對不對 所謂顯著就是什麼 顯著就是說 我就會 遇角H0 接頭H0 H0 兩個D是不同的 聽得懂嗎 所以 它怎麼辦呢 那我現在就這樣 我把這個 擺頭 放成面 我下面的這個 每一個都是相同的 對不對 那我只要上面的這個 是怎麼樣的呢 因為這個都是 這個 大於T0.02 或小於T 0.0 負0.02 那我就怎麼辦 就把它 做絕對值了以後 那我就一定都是大於的 我只要看它的 絕對值 的差異是多少 兩兩之間的 差異的絕對值 然後只要大於 這個T值的時候 那我就說 它們兩個平均的是 不同的啊 那這樣怎麼辦呢 那我們只要把這個 稍微換一個 這樣子 把這個分母 傳到這邊來 好不好 把分母 傳到這邊來 那為了空間的關係 的話 我們把它放到這邊來 把分母 傳到 右邊去的時候 我們就變成什麼 Y18-Y28等 絕對值 要大於什麼 T0.02 乘上什麼 根號 N分之兩個 N分之兩個 就可以了 對不對 所以我就很簡單 對不對 什麼叫LSD 這個就是LSD 最小顯著的差異的值 你看到這裡 我們要做的就是這樣子 我把這個值做出來的以後 我就不必每一次通通都去做T-Test 這個已經是T-Test的 改頭換面的把它弄過來了以後 那我只要算什麼 我把這個值算出來以後 我只要算這個 兩兩的樣本平均值之間的差異的絕對值 是不是大於那個LSD值就好了 那我就知道這兩個Mu 是不是相同 就是把它換成一個什麼 比較簡單的做法而已 讓你來做 那這個呢 是用什麼來做 平均值來做的 OK 所以呢 常常有這個小數點啊 什麼 讓人家很煩的東西 所以我們把它怎麼樣子呢 我們把它換一下好不好 乘上它的N就變Total 因為左右都乘上N的時候 所以這邊變成什麼 兩個Treatment的Total的差異 然後呢 會大於怎麼樣 T0.025乘上多少 所以我們把N2 左右兩邊都乘上N 把這邊乘上N 就是乘上N平方的意思 所以呢 這邊分子 分母的N小調 以後分母多一個N出來 所以這個也是LSD啊 了解嗎 所以假若你想要做的是什麼 我就直接從這個 各個Treatment的Total來做的的時候 我要看從Total來做的的時候 我就把這個求出來 那我要用平均值來做的時候 我就把這個求出來就好 這樣了解嗎 所以呢 這樣一做出來了以後呢 你就不用一直在做好多個TTest 好多的T 你就等於是 把LSD求出來以後 只要做兩個相減 平均值是多少 兩個相減平均值是多少 來跟它比比看就好了 這樣知道嗎 然後比它小的的話就是什麼 接受H0 就是接受他們兩個的平均值相同 比它大的的時候就是什麼 就是不同啊 接受它不相等的意思 這樣可以嗎 所以兩量之間很快就可以做出來了 這就是LSD 其實跟我們原來的TTest 就是一樣的東西而已啊 沒有什麼差異的RAM 很簡單的RAM 有什麼不同的嗎 那這個裡面的T呢 T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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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就是用0.005來做TT的TT 把它卡出來 然後操作這個 以後就是它的LSD 然後就可以去做出來 這個有沒有問題 這個太簡單了 對不對 原來的TT 換一下量子而已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要繼續往下降 因為太簡單了 所以我們不必舉例子 我們到這個實習課的時候 再來做練習就可以了 好不好 就把它剪下來就好了 量量之間把它剪下來 然後就跟這個值 你只要算出這個值來 或者是算出這個值來 我要跟它比一下 那就好了 拿大 然後就顯著 拿小 就不顯著 小是接受他們兩個明明成相等 可以嗎 好 好 那 我剛剛講過 一開始的時候 有講過 怎麼樣 LST 好像很容易形成 不是很好 要不然也不會後來 還有人 繼續出來 這個 這個 其他的Test 你等一下看 其他的Test 其實呢 就是覺得就是說 LST這樣的方法 是有一些問題的 那 我用一個比較 你比較容易 動的方式 來告訴你說 讓你 有一點 體會說 為什麼會有問題 舉一個 那個 例子來讓你看 說 LST 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LST 後來大家發現 它怎麼樣 現在是叫做 兩兩個平均值之間 是不是有差異 對不對 那 你假如 你想想看 你假如特別選 剛剛的這個 Y1 Y2 Y3 Y4 Y5 Y6 好多的 在這裡 你想想看 這些的話 你特別選擇一個 比較大跟比較小的平均值 來Test 他的命 的話 是不是叫做 容易就顯得 特別選擇 說 那個最大跟最小的 之間 是不是有差異 就比較容易顯得 什麼叫 比較容易顯得 所謂 原來我們定的R法是 什麼意思 就是說 你本來 你應該是接受它是想的 但是呢 肝冒一點 危險 然後呢 就把它拒絕了 拒絕了 這種危險 拒絕它的情緒 可能是0.05 或者是0.01 你一般所設定的 這樣叫做 是什麼 Taguan error 對不對 也就是說 什麼 你 它本來是相同的 兩個都區色 是相同的 但是呢 你呢 覺得就是 這個 發生這樣的機率 很小 小到哪裡 0.05 或0.01 所以我就感冒這一點點 危險的機率 我就把它拒絕了 這樣叫做 Taguan error OK 但是呢 我剛剛講的 所謂說 它會讓它的這個 比較容易就拒絕 表示說什麼 雖然你設定 R法是0.05 但是呢 你實際上 在運作的時候 暗定 那個所謂的0.05 就被提高了 被升高了 不是0.05 可能是0.2 或0.3 也就是說 怎麼樣 它很容易就把它拒絕掉 什麼樣的狀況 會這樣子呢 當然 怎麼樣 第一個 第一個 我那個treatment level 很多的時候 我的treatment level 很多的時候 然後呢 我又要怎麼樣 故意去選比較大跟比較小之間的差異 等的時候 是不是都很容易造成說 兩個平均值之間是不同的 我們舉個例子來看 這個R法會暗定 就會變大 雖然你設定是那麼多 但實際上 會暗定變大 例如說 我現在有一個圖群 好 我有這些圖 這些字在這裡 我從這個圖群裡面 舉出n等於5的一個樣本 這個樣本 我就可以算一個y bar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不斷的 從這個圖群裡面 去 n等於5 每一個都可以得一個y bar 那你要知道 所有的這些樣本 都是從同一個族群來的 他們的mu應該是相同嗎 OK 好 我這樣子總共取了多少 1000個樣本 你要怎麼知道 因為這個是我 都是從同一個圖群來的 mu都是相同 所以怎麼樣 這1000個y bar所來自的mu 應該都是一樣的 好不好 好 我為什麼取了1000個呢 我要做一點手腳 讓你比較容易了解 怎麼樣比較了解 我把這1000個樣本 分成每10個樣本 一群 好 每10個樣本 那我把它隨便標號 有y1到y18 在這裡 這個有一群 好 第二群 y1到y18 然後我總共會有幾群呢 有100群對不對 每一個有10個 每一群有10個 所以呢 總共有多少 好 有一百群 在這裡 有一百人在這裡 對不對 好 那 我假如現在要來問說 我隨便找兩群來做的話 某一個yi跟yj之間的差異 來看它的mii跟muj是不是相同的時候 OK 假如我隨便找這裡面的yi跟yj的差異 要來看它的mii跟muj是不是相同的時候 你會發現什麼 假如我阿化 你放在 0.05的時候 我這裡會出來 這100群的test的結果 會是怎麼樣子呢 100群的test裡面 應該是要怎麼樣 有五群 我會reject 對不對 是不是 有五群 我會reject 他 這就是什麼 所謂麻化零件禁物 我本來應該都要接受它了 但是呢 我怎麼樣子 我把它reject掉 我犯錯了 這叫type one arrow 所以呢 我應該是會有五群被我reject掉 才對 好 那這是 假若阿化是這樣 然後你是很理想的狀況 是這個樣子 但是你想想看 好 假如我這個所謂的yf yj 我特別取這裡面 最大跟最小的一個 譬如說我把它照牌了 y1到y10吧 我已經照這個平均值的大小牌了 然後呢 我就用y10吧-y1 這樣子來看 最大的減最小的 平均值 要來看 μ值跟μ1之前有沒有像 你覺得我現在 在做這一半群裡面 會有幾群 我把它 拒絕掉 就是說我的 μ10跟μ1是不一樣的 我會只有拒絕五群嗎 不會嘛 是不是 因為我故意選最大最小的人的時候 這個100群裡面很可能 什麼 30群40群都是減住了喔 是不是 所以那個阿化雖然我說我是用0.05 但是呢 看地底就直接飆高了 這變成什麼 說不定變成0.3或是0.4或0.5 0.5 就這樣子 串 不要高了 OK 所以呢 其實 照理論上來講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公尺 你呢 假如我的阿化是0.11的時候 那我的K K就是 K就是我的區執門的個數 有十個區執門的個數 在那邊的時候 我的真正的K1A龍會變成是多少 變成是0.1 而不是 雖然我 好像那個標準是用 所謂阿化零件0.1去把它射的 但是呢 暗定 它已經變成是0.1 了 了解嗎 所以 這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 那這種狀況在什麼時候會發生 你特別選 越大跟最小的 越大跟越小的差別來比的時候 那暗定 它就怎麼樣 這個 所謂Tepadero就升高了 還有什麼 那我的主數越多了的時候 這種狀況就越嚴重 這樣了解嗎 所以呢 所以呢為了克服這些 這些 這個問題呢 學費提出來了 另外一個做法 學費她怎麼辦 她就說 這個主數越多了的時候 發生這樣子的問題 越嚴重 所以我怎麼辦 就針對這個 做出了一個 這個 這個 修正 所以 學費她的修正 是怎麼樣 你還記得我們上個禮拜講的這個嗎 U 然後 variance U這個事情嗎 這個是怎麼樣 指著我們 任何的一個 comparison 對不對 任何的這個 比較 那你可以把這個 U當作是什麼 Y1 bar 和Y2 bar 也可以 然後 它的CI 是多少 這個 U的CI 是多少 這個是正義 這個是副一 對不對 還記得這個嗎 它的CI 就是它前面的 Y bar 前面的係數 所以這個 Y1 bar前面的係數是一 Y2 bar前面的係數 是副一的意思 所以它的variance U 是怎麼樣子呢 你還記得嗎 是什麼樣子 是什麼樣子 CI的平方 variance Yi 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有講過 它每一個的係數 平方 起來 譬如說 是variance 好像忘掉了 var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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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的的時候 是怎麼樣 是 CE的平方 是 1的平方 乘上variance Y1 加上 -1的平方 variance Y2 bar 是分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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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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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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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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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2 這個就是我們的Num hypothesis,H0,我們常常設它等於0,所以這邊就等於0,剪掉0,就沒有掉了,下面這個就是變成什麼東西呢? M.S.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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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T0.025分證 這個的結類者要大於T0.025分證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Visual的LST 其實是一樣的 Visual的LST 那你記得 你記得我們前面講過 T平方等於F這件事情嗎 前面講過T平方等於F 怎麼樣 T0.025分證 F0.025分證 記得嗎 在前面的時候我們講到 各個distribution之間的關係 怎麼樣 我們講完了F distribution的時候 我們看 K2跟F之間的關係 F跟T之間的關係 T跟Z之間的關係 中間有一個我提到說 很重要的 而且也常常會用到的 就是這個T平方等於F的關係 所以呢 假如我們把這個弄掉了的話 它就是跟這個一樣的 對不對 是這樣子 應該是這樣子 但是學費改了什麼東西 學費還沒完呢 很難應該是這樣對不對 但是學費她做了什麼事情 她做了這樣 她做了這樣 她用了一個K-E乘上F的0.15 這樣 好 她就做了一個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學費的公式 學費的式子就這樣 右邊弄了一個K-E 等於是多了一個 根號K-E的意思 了解嗎 所以多了一個 根號K-E的意思是什麼 她本來的的話 本來右邊的的話 應該是只有根號F0.15 對不對 她現在多成了一個 根號K-E 什麼意思呢 當我的K 角度等於2的時候 這個值是等於多少 等於1的RAM 是不是 但是我的K 3以上的時候 是什麼意思 我的Treatment Level 越多的時候呢 我怎麼樣 我這個值就越大 對不對 因為怎麼樣 還要乘上一個 根號K-E 就是我的K 越大的的時候 這個值是不是越大 越大一乘起來 就相當於我原來那邊的 什麼樣 顯著的值 要越高的值才會顯著了 就是越不容易顯著了 對不對 可是 所以她就做了這樣的角度 當我的Treatment Level 越多的時候 K是什麼 K就是我的Treatment Level 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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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做 Anova的時候 那個Treatment 到底有幾個Label呢 那個 那假若K等於2的時候 這個 其實就相當於 我們原來在做的 LSD 一樣的事情 或是原來的T-Test 但是我的K 只要大於2 變成3的的時候 你看看 這邊3的 再進來 你就還要 原來這個值 還要乘以更號2 更號2 是多少 1.4左右 對不對 所以呢 它就怎麼樣 這一個要顯著的值 就怎麼樣 加大 你了解嗎 就是要大一點的值 它才會顯著 那你要K要是等於什麼 K等於5的時候 把它加進來 就是多少 5-1 開根號 就要乘以2倍了 2乘以 根號F 0.05 所以變成是什麼 它要原來的那個值 的量 才會顯著 這樣了解嗎 所以 這個 學費 就 做了修正 所以 這個就是 學費的修正 這個是 學費的方式 來修正 這樣有沒有問題 學費是一個人的名字 所以我們現在每一個 講起來都是等於 他提出來一個修正案 然後被大家所接受 他就用他的名字 來代表說 他是提出來的這個方法 大家只要一講說 學費 什麼 他就是做法就是這樣 所以學費呢 他非來是講這樣 但是呢 其實 你要去做兩兩之間的差異的時候 那個 可以是怎麼樣 兩兩之間的差異 所以那個 可以是 yi-yj的 是 對 然後下面 墙上 原來的 這樣子 就是說 是這樣 假如你是 兩兩之間的的話 這邊還是二 這樣 這樣 左邊的是 這樣 右邊但是 已經把它修正 可以嗎 右邊那邊就已經修正 好 這是 學費的做法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偷偷 沒用 好 所以呢 我們有了這兩個方式 這兩個方式都相對簡單 對不對 對 他只是 後面要 significant 的那個 label呢 把他做出來 叫LSD 或者是呢 因為我的 treatment number 不一樣 我做了一些校正 讓他可以 這一個 這一個 比較不一樣 下面 我接著要講的 一個叫做是什麼呢 Bunkens Bunkens 所有在做 生物方面的 研究 人員 最喜歡 用的 一個方式 而且 最普遍 用的 一個方式 而他就是 做的時候 比我們前面講的 這兩個 稍微 有一點點 複雜 但是呢 他的那個 significant 呢 也是 大家覺得 比較能夠 接受 所以在很多 的這個 期刊上面 這個時候 大家都會用 Dunk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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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正的 名字 稱作 Dunkens Multiple Range Test Dunkens Dunkens 當然是一個 人名 那所謂的 Multipal Range Test 什麼意思呢 就是 多重 範圍的 這樣的一個 Test 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那個 都是怎麼樣 都是一個 固定的值 但是呢 我們兩兩之間 在比的時候 剛剛已經講過了 有的比較近的 跟比較遠的 比較近的 遠的 一下下面 那 他的那個 顯著的值 通通都一樣 但是 Dunkens 就針對這個 做了一點 修正 OK 也就是說呢 他還是回到這個 原來的這個 Test 或者說 LST 上面 來做修正 他怎麼樣的來修正 你回來看我們的 LST LST 是怎麼樣的 T 0.025 對不對 T 乘上 根號 N分之兩個 MSE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好 那他做了什麼樣的修正呢 他把它 稍微拿出來 T 0.025 乘上 根號 2 乘上 根號 根號 N分之 MSE 對不對 他把它 把這個 根號 2 把它拿出來 拿出來 拿出來 以後 他怎麼樣去做呢 他這個 維持不變 這個 才是維持不變 才是一樣的 但是 他把這個 變了 他把這個 所謂的 根號2 乘以 T0 配定 25 他把它變了 用我們等一下 交給你的 交換 RP 這個 數字 來取代 取代 這個 根號2 乘以 T0.025 這樣的一個數字 OK 而且 這個RP 呢 是會變的 多重變距的 這個RP的話 依照什麼來變呢 我們等一下 就可以解釋 OK 所以我們會 在中間呢 要去做出來一個叫RP 做出來RP了以後呢 然後來成立 這個東西了以後呢 所以叫做是什麼 就是 S,S,R,P 就是等一 RP 一乘以 根號N分之 A,S,P 用這一個 來做 顯著的 Significance Significance 的 類伙 好不好 用這一個 而不是用我們剛剛的 那個 L,S,T 所做出來的 這個 這個 來做 它是用這個 這個 來做 就是用這個 乘上這個 之後 它叫做 S,S,R,P OK 那 它怎麼做呢 我們 舉個例子 一邊 然後一邊 來 說明 那它的 最後的過程 就是要做出一個 這個 S,S,R,P 來做 Significance 它怎麼樣來做呢 這個 先把它擦掉 記在心裡面 要去做一個 RP 然後呢 把它 乘上 那個 根號N分之 MSE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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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 是它的 Treatment Level 有幾個 有六個 K等六 然後呢 它的 Treatment 是什麼東西呢 它的 Treatment 是 A,B,C,D,E,F 這個 詳細的 東西 我們不從頭開始做了 前面要做 Anova 那 你們已經都會做了 我們從 Anova 顯著了以後 開始來做 好不好 假設是這樣的 有 T等於六個 然後呢 N等於 五個 不是 然後 得出來的 Y的值 得出來的 Y的值 是多少 得出來的 Y的值 是 26.98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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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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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就知道說,在這個ANOVA裡面,你應該會有Social variation,像是什麼? Social variation,還有什麼?Treatment,這個是,它等於是有六種品種的意思 A,B,C,D,E,N,56,不同的品種,然後播出來的 Treatment,還有N,它會有ARO,還有TOTAL的RAN 所以在這裡,我們會做SS,Develop Freedom,FS,然後再做F的RAN 那這個SS Treatment,我們這邊暫時沒有用到,所以我們就沒有把它寫出來 SS,ARO,SS,TOTAL 那,Develop Freedom,你從這樣的設計裡面,應該可以想得出版 它的Develop Freedom是多少? K等於6,所以Develop Freedom是多少? Treatment的Develop Freedom,對不對? 是K-1,那這個Develop Freedom是多少? N-1乘上K,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 K-1,所以等於5 這個呢,是每一個Treatment有N-1乘上K,所以是多少? 4乘上6,所以等於24,對不對? 那總共呢,是有29個,對不對? 那這個MS,可以算出MS Treatment,MSE 那在這邊呢,我們等一下會要用到這個MS-1呢 所以我把MS-1給你,然後101.67,101.67,好不好? 那在做ANOVA的時候,F-Test一定是 就是AMS-1來去除以AMS-1,那 那,前面呢,實際的數據已經做出來了 這個F-Test呢,做出來了以後呢,跟什麼? 跟F,那指多少? 你不要Freedom,是524的,來比較的話,是大於它 所以這個F是顯著的,好不好? 前面ANOVA已經做出來了,顯著 顯著以後,我們才會繼續再來做 假設我們繼續要做Duncan Duncan也是一樣,比較兩兩組均子之間 到底有什麼樣的差異的時候 那我們怎麼樣來做Duncan呢? 今天有了這樣的數據以後 接下來,怎麼樣來做Duncan?